优优独播剧场——YoYo 做的范围好吃 虽然神父提醒兄弟们注意言行 但是已然被巴比伦迷倒了 一下也很高兴巴比伦能留下来 神父叹气 谁让他当了一天信徒就放弃了 巴比伦一脸无奈 传授完神圣魔术后 男主就拜托巴比伦 暂时留在教会里 虽然他也想一同回去 但是男主好像有自己的考虑 一旁的兄女起哄到 让巴比伦不要放弃 就算被抛弃了也没事 因为他们会照顾好巴比伦的 稍微晚些时候 男主返回王宫 各位女仆着急又要为他沐浴更衣 一旁的吉利尔 因为过度的兴奋快要休克了 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乐园 为了让他冷静点 古丽默直接给他两拳 然后无奈地解释 男主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所以真想要在这里生活的话 就要安静老实点 男主叫出了替身为自己泡茶 吉利尔吓了一跳 古丽默解释 那是男主做出的梦偶替身 可以自动处理一些简单的杂活 听到这 吉利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一边将手放在人偶头上 一边嘴里念叨 人偶的话应该是中空的吧 然后就被古丽默一巴掌拍飞 口中言辞激烈 男主在想如何深入研究神圣魔术 古丽默提醒他 作为材料的魔人 没那么好找 关于这一点 其实男主已有打算 去退治石石鬼就可以了 古丽默又问石石鬼的情报 怎么能知道呢 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 男主将古丽默与吉利尔藏起来后 再让他进来 然而门外之人也没有进来 只是问是否叫他 男主回答 想下次有空的时候 一起去退治石石鬼 门外之人听到后 直接破门而入 大喊一声 我很闲 原来是准备万全的西路法 再加上兴致勃勃的 连和小白准备出发了 到了大桥边上 连不禁感叹这里的热闹 西路法解释 因为这里是两个城市的交通枢纽 连听完后疑惑 这里会出现石石鬼吗 关于这一点 经过西路法调查 虽然到处都有石石鬼出现的报告 但据卡特琳娜的统计 而这里的目击报告是最多的 正因如此 人们变得警惕起来 不然更热闹 男主询问西路法 能不能靠小白凭气味找出石石鬼 但是很可惜 石石鬼的气味是腐臭 在这种大街上 与垃圾区分不出来 听完后 男主叹息自己的气息感知 也有类似的问题 于是众人想先打听下消息再说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是一下和萨利亚 连学员两人出来干什么 他们回答就是出来吃个饭 连财反应 大桥离教堂非常近 此时一下邀请大家一起去吃 也当做前几天的谢礼 本来还邀请了巴比伦 但是被他拒绝了 说着说着要掉眼泪了 连其棒安慰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吉利亚早已怒发冲冠 竟然有人敢拒绝 一下和萨利亚的邀请 要是见到 非得给他来一起 天罚不可 一旁的男主想要去吃烤饼 已经流口水了 古丽默提醒男主 别忘了出来的目的 而且怎么可能 还要比研究魔术 更能引起男主的兴趣 专业已经在店里坐下来 古丽默出乎意料 男主竟然还会对 魔术以外的东西感兴趣 对此男主深情地望着眼前的烤饼 坚定地说道 因为这就是魔术 此时萨利亚建议男主 如果是头一次吃的话 那一定要先从原味吃起 这样才能完美地享受这道美食 男主肯定了他的想法 众人不由地吐槽 这两人不光性格像 口味也那么像 萨利亚让名字完全不对的 两位坐下 两位也没有客气 纠正完错误的名字后 便坐到了男主身边 随后众人开起来点餐 不多时众人已经品尝起 这人间的美味 男主爱不释手 询问西鲁法在城堡里能不能做 西鲁法也赶紧说 为了男主一定可以完美在线的 这是依下问起 今天三人出来干什么 三人一口同声地回答 退至食尸鬼 依下一点也不震惊 这让众人好奇 于是急忙询问 他是否有食尸鬼的线索 没想到依下还真有 因为有很多居民被食尸鬼袭击后 躲进了教堂里避难 从他们口中得知 除了大桥外 还有北面的大墓地 以及南面的小巷子 也有食尸鬼出没 西鲁法注意到 位于中心地带的教堂 很适合当避难所 毕竟不死者 不会主动接近神圣的教堂 但依下说 他们能做的也只有治疗伤员而已 男主还注意到 一部分冒险者在退至时 下落不明 他陷入沉思 萨利亚对这些并不关心 只要演奏会不终止就没关系 连赶紧问 演奏会可以再次举行吗 依下回答是的 并且这次规模更大 因为举办日是大圣诞祭 国王与教皇都会出席 这句话让人更惊讶了 没想到 依下与萨利亚竟然这么厉害了 可以在这两位面前演奏 依下优雅地说道 能顺利看眼的话 大家一定要来听 连听完后沉思 一秒后斗志昂扬的喊道 一定要退至时事鬼 西鲁法有些好奇 男主解释 连已经彻底成为他们的粉丝了 但连补充道 更重要的是 在地下生活的时候 从来没有吃过这些好吃的 更没有听过演奏会 也没有见过冒险者公会里 温柔的卡特琳娜 他现在真心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所以才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 西鲁法听完后微小 提醒大家 首要目标是让男主实验 神圣魔术 从意下的描述中得到提示 时事鬼的目击情报 主要分布在大桥和北面的大墓地 以及南面的小巷子 这些地方都位于大河的东侧 连听完后黄山大屋 时事鬼的巢穴一定就在东侧了 北面的大墓地嫌疑最大 西鲁法觉得有点道理 但是目击次数最多的地方还是大桥 男主打断了连的猜想 他卡口说道 并不在桥上 而是在地下 连有些疑惑 男主一行人来到了东侧桥下 洞口臭气熏天 感觉来对了地方 这里不仅有比小型迷宫 还要复杂的结构 而且还有贯穿 整个东部城市的便利隧道 男主询问西鲁法 是否能够感觉到什么气味 但是西鲁法根本不敢闻 就是尝试一下 鼻子也会坏掉 不过还是能够感觉到 里面确实有腐烂的东西 男主打算进去搜索一番 毕竟还是很担心 下了不明的冒险者一事 他之所以知道石石鬼事件 也是因为茶话会上桃子说的 走了一会儿后 突然某种生物 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冲来 还没等西鲁法和连做出反应 男主就已经被扑倒在地 看着他熟悉的面孔 男主发现这就是桃子啊 看着全副武装的锦人 桃子露出了微笑 陷入了自己的妄想 他以为是男主担心自己 才和大家一起来找的 西鲁法赶紧让他清醒下 一击手刀将桃子拉回了现实 随后解释 男主是为了研究神圣魔术 才来退至石石鬼的 救你是顺带的 此时吉利尔看着这位少女 犯起了老门病 忍不住的大喊起来 国立墨在背后让他冷静了一下 之后一瞬间 桃子感知到了 让人起吉布格纳的声音 他询问众人 有没有听到 男主回答他是 地上脏水流动的声音 然后反问桃子 这是不是石石鬼的巢穴 已经全部解决了吗 桃子叹息并没有 进去后没有找到线索 反而因为复杂的环境而迷路了 想调用气功 但里面又黑又臭 无法集中精神 要不是突然感到男主的气 恐怕现在还没出来 男主听完后 更加坚定 这是石石鬼藏身的好地方 同时也是实验神圣魔术 最理想的场所 桃子说在里面 丢失了大量的装备 以及火把 想要回旅店先休息一下 准备万全后再来探索 男主觉得不用那么麻烦 他使出了净化系神圣魔术阳光 象征吉利尔的光环 出现在了他的头上 神圣的光芒也随之而出 周围环境变得明亮起来 确实不用火把了 男主提醒他们 他的效果可不只是照明那么简单 周围的环境也开始产生变化 桃子发现自己身上的污垢与疲劳 全部消失了 连夜发现污水变得清澈透亮 西路法比他俩还兴奋 因为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爽干净 火力梦问吉利尔 还有漂白的效果吗 吉利尔回答 有倒是有 但也没有这么快生效的 恐怕能做到这一点的 也只有男主了 男主感叹这技能在清扫石头太管用了 此时他问西路法 如果气味都净化掉了 会不会对你产生不利的效果 西路法感觉并没有这回事 因为恶臭的消失 相当于间接的帮到他 桃子在呼吸到新鲜空气后 想用气息探知搜寻石石鬼 随着技能的发动 不多时便已探知到了可疑地点 由于桃子身上衣服早已扑朗不堪 于是换上了备用女服装 然后希望男主来点反应 但是男主在因为刚刚的魔术 没能修复衣服而伤心 随后众人到了可疑的地方 西路法问接下来该怎么走 桃子说他也不知道 只是大概探知出 这附近有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是一旁的小白 举着手跳了出来 他打算帮大家引出石石鬼 说完他便往其中一个隧道里跑去 西路法提醒 如果跑出技能范围 空气又会变臭 几分钟后 小白有了收获 他引来了下水道里成群的老鼠 老鼠他们手里的美食 吸引眼疯狂的向他们奔去 但在接触到男主魔术的瞬间 他们从老鼠直接进化成了仓鼠 这不科学 小白看到这一幕也有点懵圈 但马上与他们亲密起来 随后冲向了另一个隧道 但男主感觉太慢了 打算使用气息探知搜索 然而刚开始就被桃子抓了个正照 他之前就察觉到男主会用气功 这下桃子一定要问出来源 男主谎称是在书上学的 桃子很是吃惊 如果男主没有撒谎 那就是比罗伯特还要天才许多 还是说难道男主和罗伯特 西鲁法一起手刀打断了思绪 男主问西鲁法是否带了魔剑 西鲁法一边用单手抵挡桃子的攻击 一边说还没有 因为不想把他弄脏 然后自信的说 既然男主将他一同前往 想必是有什么东西要测试吧 男主感觉不愧是西鲁法太懂自己了 一边的桃子玩累了 开始吃起众人带来的食物 另一边的莲不禁吐槽 在魔物巢穴也没有紧张感 反而是像春游一样 可又找不出任何破绽 莲觉得自己要加倍努力 桃子注意到了莲的小动作 随后起身想让西鲁法 与他玩场游戏 虽然西鲁法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桃子说出奖励师和男主 两人单独约会一整天后 西鲁法立马改变了想法 男主一脸问号 他急忙问桃子 为啥自己是奖品 桃子说这是帮忙实验的报酬 西鲁法起身问道 不用去找罗伯特与二皇子吗 看桃子是疯了 才想来挑战自己 桃子虽然心里觉得好可怕 但嘴上依然不依不饶 没等西鲁法回应 连也因为奖品而申请参加 男主感到不妙 突然小白的叫声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众人望去 发现无数实施鬼正在涌出 看到这 桃子当场决定 游戏就是比谁消灭的实施鬼多 确定了游戏规则后 男主锻造出了实验用的光武 男主让他们放心去测试 就算坏了也不要紧 只要用完后告诉他感受即可 在确认完测试内容后 三人变向实施鬼方向走去 看着他们手里的光武 男主在心中感叹道 自己把超大型光武 给小型化的实验成功了 此时吉利尔突然呼唤男主 他想知道 哪把武器更厉害些 而男主回复差不多 这句话让吉利尔不敢相信 这可是关于跟谁约会的重要游戏 当然得事先选好目标 突然吉利尔反应过来 好像自己也无法从三人中选出一人来 但是男主听完他的讲话后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自己应该注入不同的牧蛾 这样才能观察出不同的效果 另一头的陶子还在重复着 游戏规则与奖励 其他两人一边往前方快速走去 一边还说着 开什么玩笑 谁会搞这些无聊的闹剧 还有约会什么的 还没等他俩说完 陶子有一两坏笑 朝着诗群方向冲去 最前面的两个实施鬼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干掉了 解决完实施鬼后 陶子还不忘提醒两人分数加二 这下西路法和莲不淡定了 好了 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 欢迎留言讨笑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阅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你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